不過講到國內的情勢方面 像最近這個黑心食安的問題 其實讓民心對內閣的信心都打折了 而且幾次風暴下來 看馬總統是不是對這些 每一次都出現食用油風暴 他滿無力的 所謂這個打折要打7寸 他要抓緊什麼要害 才能夠把民心抓回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根屬於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的經濟 是不是現在 其實真的應該是面臨一個 轉股的一個狀況 其實黑心食品 其實只是這個狀況的結果而已 我們去看 就說這幾年我們講薪資動漲 或是說人民消費力低落 然後經濟一直沒有辦法有 非常重大的起色 這導致就是說 人民還不太願意說花大錢去消費 就一般比較低階層 就每次一漲價 大家就要叫鼓連天 大家只能追求低成本 就是說廠商追求低成本的情況之下 追求低成本 可能就會變成劣質的一些 一些生產的元素的東西就放進來 這個就變成一個 互為英國的一個惡性循環 我認為是這樣子 所以說要改善這樣的情況 其實最主要還是說 你能不能從經濟上面 就找出來台灣最大 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出路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就是台灣的轉股的問題 其實這個轉股 所謂有各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你經濟的轉型 到底要怎麼樣落實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正義的問題 就是這個正義 可能有各種多方面 而且它中間的元素 可能是互斥的 比如說什麼叫做正義 我們就是說大發 就是所謂的社會福利政策 就是正義 對 其實也不一定 但是很多部分就是說 它所要正義的對抗的對象 有時候是那種大廠商 比如說這次它可能就要對抗鼎心 它們能不能痛下那個殺手劇 對抗這些真的黑心的廠商 其實有時候會在它一念之間 對 在它一念之間 它願不願意去做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你對抗的對象 可能是大的建商之類的 就大家講炒房什麼的 你願不願意 就是在選舉裡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後還有一個正義是說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的就是 比如說像很多民眾上街頭 要求他們所謂的正義 但那個東西是不是真的正義 因為有些東西 它出來政策出來之後 依循他們的民意 所要的政策出來之後 它其實反而違背了我們要的 證明 比如說像那個 紅棕球案之後 那個禁閉政策的改變 那個雖然是很小 但是我們看出來說 其實它有時候 在符合民意的同時 沒錯 對 它其實是違背了正義 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其實我覺得 它接下來最重要的工作 它圍繞在一個東西 就是說它要怎麼樣實現正義 就是讓大家去了解說 對 這個政府 它真的是 有在真的在做事情 做對的事情 而不是做說 爭取選票的事情